他跪了幕后圣女 可在穿越着面前 连提鞋都不配 还白白安了一顿吧 就是那个紫霞老祖 将我打成这样 休的放肆 明明是为父将你打成这样 为何要怪场中的前辈 父亲 女儿冤枉呀 住嘴 剥谢小兄弟救命之恩 我这就将猎女带回去好生管教 圣旺 管斩打阵之事 小兄弟放心 下个月筹罢 才是最佳管斩之时 先生 据我所知 除八奶幕后大阵最弱的时候 并不是什么关张好时机 这个捞六香坑我 确实如此 不如我陪先生走一脏如何 他让我出八曲 我就偏偏出棋曲 目中世界 某出地宫之中 一对男女正在修炼无上大树 男的叫富贵 女的竟是天机小妹 而等先跟非凡 可做引领者的接引童子 师尊 引领者是谁啊 引领者是这方未面 道与法的开拓者 而等要珍惜此等机缘 是 师尊 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师兄 由引领者的抵运加持 他们修炼起来是外面的万倍 那两个反骨者 最近有什么动向吗 他们近期又频繁接触 一个叫场的势力 场的势力 看来那股鸿蒙势力已经离去了 否则他们根本不需接触什么势力 当年若不是那股鸿蒙势力 我们与师尊 也不至于被赶出这方低等位面 既然鸿蒙势力不复存在 我们分头行动 见一见这些师弟 我去幕后吧 三师弟天生愚笨 恐怕还在传说进一层 也行 那我去黑暗走一走 会依惠这个四师弟 天机师姐 咱们师尊到底是什么境界 比之你那个先生还厉害吗 无法相比 那位先生已经超脱所有境界 是真正的大能者 你果然是那位先生的小迷妹 待我修得圆满 一定会踏着七彩祥云去见先生 我也要回村里傻威风 将洛霞宗的仙女打个遍 除夕早上 天蒙蒙亮 幕后之主似乎运筹没卧斑 正与女儿探讨 如何将场中势力利用到极致 父亲 不若女儿略施美人计 将那个朱大镖 牢牢掌握在手中 还略施小技 你就算是送 都不一定送得出去 父亲就这么看不起女儿吗 黑暗之女弯弯如何 乱长向她压你石头 乱智商 特么的甩你几个背面 姐姐姐 黑暗之女 当真如此了不得吗 二师兄 捷你个头 三师弟 你只女儿 果然不太聪明 放开我这爱女 传说进二阶段 差点意思 你竟然达到了第三阶段 三师弟 献上你的女儿 等候引领者的审判 二师兄 你能不能明天出八再来 难道明天 你就能突破第三阶段 因为出八 我父亲邀约了强者 坑爹祸 你给我闭嘴 圣王 咋就跪着了呢 小兄弟 我不是让你出八才来吗 出八才来 来吃你的戏码 就你一个人来吗 你温常中强者呢 此等吉愿糟化 难不成还要拖甲带扣 你就是圣王口中的强者 帮你腿地 有没有好处 你当真有把握 这种小角色 根本反不起了 真如你所说的这般轻松 好处后面再谈 小角色 反不起了 你能不能先回头看看我 再谈丑马 可以 你选一个四发吧 大哥 那根小草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 不小心夹带的 不然我就用这根草表演吧 不用担心 你的问题解决了 不会再有人猥胁你是吗 啥呀这是 这就解决了 大哥 别这样玩我妇女行不行 搞什么玩意 试图笑死我吗 背记 让消操肥一会儿 装什么大尾巴来呢 朱大彪这般装大 经二师兄倍感吃骨 轰隆一声 爆发出惊人可怕的力量 似乎要将朱大彪打成肉鱼 早知如此 说什么我也不会 盲目信任这场中势力啊 现在好了 你小兄弟的下场 多半会很惨 神 神了 一根草竟是这般恐怖的吗 逼我动用笔牌吗 这回你死定了 不知会该 且再持我一起 那那是 银灵者亲手练制的盾牌 应该能挡得住这根草吧 呸呸呸 我在胡思乱想什么 这可是引领者亲手练制的 怎么可能挡不住 怕妙的 好折磨人 好呀 孙子 有本事别跑 大哥 你那根小草呢 在这呢 我压根就没发出去 还愣着敢什么 赶紧带我去管斩小师妹 那是我姑姑 你不许叫她小师妹 嗯 嗯